或是不幸患了癌症、中风等重大疾病 没有购买重大疾病保险 对很多承受病痛中的家庭来说 在经济与身心上都扛着急重的负担 苦不堪言 别让自己成为亲人的包袱 好消息 好消息 湾区著名南湾过敏及哮喘专家诊所 在中半岛红木城开第四家分锁了 由医学博士徐安林领导的医师团队 为广大过敏、哮喘、食物过敏、群麻疹、湿疹、 免疫缺失等疑难病人结成服务 治疗经验丰富 圣河西、山景城、Los Carlos三家诊所 南湾过敏及哮喘专家诊所 红木城分锁地址100Arp Street Suite 2 Rewoo City四家诊所总预约电话408-286-170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20年的12月1号礼拜二 我们今天第一位嘉宾 让我们来欢迎在硅谷本地最大的地产和贷款公司 GoGain的VP Hong Hu 嘿 Hong 你好 周乐你好 矽谷华人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呀 最近呢 GoGain因为工作这个量非常非常的大 并且呢 又可以担保所有的客户呢 都由他们的Agent可以按照非常短的时间内 就把手上的Long做完 并且也可以Sign Off 也可以过户 不管你是重新贷款或者是购物 因此在Staff 就是在Backend Support的人手上 需要很大的人手 那他们你们柜公司还在不停地征人 那请把这个消息再度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吗 是的 绿卡或公民都可以 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那个公共专线 Rebecca Lin at Google.com Rebecca Lin at Google.com 或者是致电408-720-6800-108-720-6800 好的 那不管是Long Agent或者是Backend Support 都需要各方面的人才 所以如果您是大学刚刚毕业 或者是已经有经验 Google都会提供最完整的training program 让您可以马上就上手 请问Hong 最近呢 贷款的市场又有哪一些新的变化和消息 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呢 是的 最近比较热议的话题 无非就是这两个 一个就是0.5的GSEC 和新的confirming的贷款额度上升了 那个GSEC想必大家已经不陌生了 我们已经说过好多次 那confirming贷款额度上升呢 是一个这个星期 应该是上个星期刚出来的吧 就是FHFA指图 就是说明年会有7.42%的increase over 2020年现在的那个limit 现在那个甚至是在 confirming limit是在51万零四百 那2021年呢 那个那个limit呢 或者它会直接上升到 是54万8250块钱 在我们湾区了 我们湾区是属于一个special area 是叫high cost area 那在我们这些high cost area呢 它的那个limit是限制在82万2375 那个大家都知道这个loan limit 其实是按照美国的房价来做计算的 那就这就说明五万区的房子一直在涨了 那当然了 每个房子就是 就是大家都知道 五万区基本上居住房的话 我们有一到四个unit 那有些有些两个三个四个unit 它们的limit又不一样 那大家今天可以提一下的就是 如果是两个unit的话 就是70万两千 三个unit的话是84万八千五百块钱 那四个unit的话就是105万四千五百块 那大家可能会问 对 大家可能会问说 那在high cost area 如果在湾区的话是多少 很简单 大家如果刚刚把我说那个数字乘以1.5倍 就是我们high cost area的maximum amount 哦 对 那跟大家提一下没关系啦 如果是两个unit的话可以到105万三千 三个unit的话是127万两千七百五 那四个unit的话就是158万一千七百五 哦 这样子来算 其实这个要增加7.42个percent year over year 这个percentage increase是每一年都不一样的吧 在历史上有把这个数额下降的吗 呃 在自从我进入这个行业里面 我没有看到过有下降的 都是每一年 基本上到近半它们每年都在上涨吧 应该说 其实这也正提醒我们万区的房价正在上涨嘛 但大家也注意哈 并不是像我刚刚说了 并不是每个county limit都有都是一样的 那打比方在我们这边就是比较平常的 可能就是说那些啊 fresno county啊 reversal啊 或者是lake county 那些那些 那个limit都是在54万8 那high cost area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这个santa clara county 肯定是首屈一指的 然后就是sant martell 然后alameda 它们那些area都是属于那个high cost area 嗯 那还有一些special的地方的limit又不一样了 那比如说sacramento county 那它的limit就跟 它有自己special的一个number 是59万8 它是1unit 那如果说它另外两个unit的话是76万5 那它的limit又不一样 sant diego又是另外一个数字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话 一定要打电话给你的agent 在你做任何一个offer之前 做prefuel的时候 你就你就会告诉你的agent 你想买哪里的房子 你那个limit是多少 对 你的agent会帮你算一下 才会跟自己切身 有非常相紧密的关系 也不会买错房子或预估错误 对没错 因为现在conforming的那个loan 它的利息相对来说非常好 所以说如果说 您的贷款额 如果在这个conforming limit以内的话 一定要尽快联系我们 现在google的conforming利息 可是又回到低点 所以说在座的您 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的话 请联系google 4087206800 不过值得一起的是 我这个limit虽然说 是从2021年才开始生效 但是google我们现在 已经开始使用了 哦 你们现在就已经开始使用了 使用是说收件 但是真正要过户 是否要等到2021年的 1月1号以后呢 对没错 因为现在基本上 如果做买房 或者是refinance的话 我们一般也是建议差不多三 正好是差不多30天左右嘛 除非是非常urgent的话 所以说大部分 基本上refinance 是已经可以开始用 这个新的limit了 但是google这么快 就已经开始应用新的政策 这个效率真的是令人佩服 选择一家好的贷款银行 真的是太重要了 是的没错 google其实效率是相当惊人的 在这贷款潮中 google的贷款计划 其实可谓是帮助千家万户啊 我们成功审聘了数以万计的贷款申请 当别的银行都需要三个月到四个月才能完成的存贷款 google团队在最忙碌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只是花了三十天到四十五天左右 其实这样的成功是google每个agent都是引以为傲的 也是我们整个团队一起努力的结果 大家都发现最近买房其实又开始火了 这买房火是太猛的话 难免会伤及无辜 所以说 就像我之前说的 google的救火队也是严正以待 我怎么说呢 因为很多purchase做到一半的时候就发现 这房太火抢得太凶 没办法就是孤注一掷嘛 最后就是比如说做一些preval 然后都到了大家自己的limit 这样的话就是做到一半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贷款做不出来 所以这种时候我就说火势太猛的话可能会伤到自己 所以说如果大家对贷款上面有这种问题的话 一定要第一时间找我们 相信这种这样的例子其实大家已经不少见了 就是最近的一个情况就是买家找一家银行或贷款机构做贷款评估 那金融合同交了押金 保护自己的continators也在卖家的压力下面去掉了 但到最后合同期限 到合同期要到的时候才被银行告知无法审批 那个贷款申请 其实这时候买家心里已经是非常着急的 太着急了 对没错 这其实不光是给买家带来的困扰 其实对卖方也是伤害巨大的 那这个时候大家又会同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战 那战火真的是一触即发 那这种时候怎么办呢 大家想想看打烟 嘴摇摇肯定是没有用的 但是Google一定可以 那千万一样记住Google的旧火热线 1087206800 我们贷款经济已经会在第一时间提供 合适您的贷款计划保护您的财产不受任何损失 那其实救火队员其实很简单 那大家都说谁去救呢 那就是Google的loan officer和Sporting team 其实我们每次就到一个法的时候 我们会按照每个人不同的情况 来创建不同贷款方案 找到一批击中 这不光要老练的经验 同时还需要过人的反应和速度 那Google的贷款速度已经是加于不小的事实了 Google它是两房的那个Approved Direct Lander 两房就是指Danny和Freddy 那可以直接换款 我们也有高下的In-house Underwriting和Funding 就在最近8到10天的Clothing Purchase完全不在话下 就应该说是昨天吧 昨天早上其实又顺利了一个Cloth 一个买房的refinance和Purchase的一个combo 那就在差不多将近应该说是昨天下午的时候 买家就拿到了房屋的钥匙 当时的心理里的石头终于是落下了 收回这个贷款中真的是还有很多的曲折了 那着火的这家呢 这些也就是我们文池的另外一家银行 我是说着火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开始做了pre-pull 后来没做出来的 它错误的估计了买家的收入 出了一个高于他们贷款能力的pre-pull letter 哇 还有这样子的 对 没错 因为其实他们可能是communication的问题吧 买家当时被告知贷款是没有问题的 递了一个30天的non contingency offer 我清楚就记得这是10月21号2020年进入的合同 之前这个银行它整整花了近25天 才发现Borrow还有其他的债务 或者还有其他的房子还没有卖掉 然后拒绝了买家贷款申请 买家差不多shopper round 找了 那时候就急了嘛 所以说到处就在问 然后等到11月16号才找到我们的救火队 拿到门店一看的时候 其实我还真的是捏了把汗的 因为为什么按照Borrow的现状 根本就不可能买到这个新的度假屋 差了很多吗 差了很多 DTI是差不多59% 哇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Jumble 那Jumble的话 一般银行的话 他们的那个限制就是在43% 嗯 那差了这当年十几个%是很难挽回的 那其实我看了这个东西 我其实也吓了一跳 我想那如果吃off一点点也就算了 那off这么多 我当时都搞不中 那当时开那个pre-approved agent是怎么算的 嗯 那Borrow呢 他就告诉我他找了好几家公司 都没办法解决 那这种时候 那我股份当然是当人不让啊 那昨天晚上我就开始就是看所有的文件 像Borrow问了所有 所有有关那个refinance的细节 就是那个finance的细节 包括就是purchase 那这里就要超过一个贷款的小常识了 嗯 有些客户 有些新的那个买房客户 对pre-approved有很多的误解 以下是常见的几个问题 那我现在我就帮一一跟大家分析一下 好的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 很多人就问我 他说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pre-approved letter 为什么还要查信用分和信用记录 这样一查的话 岂不是对我的信用分会有伤害 而且信用分会减少 嗯 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决定成败的一个关键 这个细节呢 那个一个合格贷款经济是必须要知道 所有的细节来确保贷款人的那个 他们贷款人和贷款的情况 确保他们能符合银行贷款条件 那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说信用分和信用记录 这其实agent他如果去pool的亏类的话 其实对贷款人是一个保护 大家想想看 万一你进入了合同 发现你信用记录有问题 到时候贷款是很有可能直接被拒 那其实agent他想想看 大家其实很容易就知道 agent他也不想去pool你的信用记录 因为每次去pool的时候 agent可是要自己掏腰包 去付那quiterspool的钱 对那至于信用分呢 只要是在四个月之内完成的贷款 我们可以 我们google是可以用同一个信用报告 不需要再去pool新的报告 所以说如果说你pool一pool之后 你在四个月之内 只要是完成这个买房贷款 是不会有第二次的pool的 所以对你的信用分 你的信用分还是保持在 这是我们第一次pool的那个level ok 那另外的还有客人说 直接问我他说 哎哄啊为什么 呃就是一些贷款无关的问题 你都要问我 打比方比如说工作历史啊 那个贷款和租房的基督啊 有时候甚至婚姻基督都要问出来 是吗 对其实 其实这是一些必要的问题 每个问题就是贷款 审计的关键啦 那个工作历史可以告诉我们 就是告诉银行贷款人的工作收入是否稳定 那打比方如果说你一年 换了两三份工作 那银行都会有个很大的question mark 如果我是银行 我也会问 为什么换的这么频繁呢 对没错 而且因为每次你 你就等于是类似想像一个contractor嘛 这点不是 虽然说你是拿W2 但现在看上去可能像比较contractor 所以这种事情非常非常小心 那贷款 这个租房记录呢 也可以告诉underwriter 这款人是否有安时的还款的好习惯 那最近很多的就是那个 有些file到最后做不出来的 就是我听到经常犯罪反应 就是说他们没有去查Boro的那个 没有去问Boro的婚姻记录 那后来他们看到文件之后才发现 Boro他有赡养费或者是子女的抚养费 那这些问题呢都是他的 这些都都变成他的ability 所以说大家很多人认为这些无关的问题呢 往往都是贷款审批的关键 那回到J先生这个例子 当晚我问完最后 我问完问题之后 J先生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Hong啊 你今天晚上问我的问我的这些问题 之前的LO花了仅仅三个星期才问清楚 而且每天都在叫我们补文件 哇就这一点就已经差了很多 所有的问题都问完都答到答案 人家也通通快快的就知道一个yes or 或者是no的answer了 哇这真的是有经验专业和职业道德 和没有这些素质的人中间的差别 顾客的待遇那完全也是不同的 今天上半场访问的嘉宾是Gugain的VP 他的名字叫做Hong Hu 好我们现在进一段工商资讯 回来继续探讨精彩的话题 还有很多实际的例子 那听众朋友听了一定会受益匪浅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的三准医师Julie Joe 祖传的手法精准的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25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病症 首道病除 Fremont和Campbell两家诊所 预约电话408-340-5653 408-340-5653 硅谷销售冠军 德利昂地产请勤奉上 2797 Ross Road Palo Alto 现代智能家居融合舒适生活 四房3.5位 3300平方尺 占地9900平方尺 要价598万 237 Maupachi Drive Patrola Valley 绝美度假豪宅 五房7.5位 8100平方尺 占地3.33英亩 要价1299万 奖请请致电德利昂地产 650-785-5822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而延期 但观众的期待依旧热切 寻众要求第二届财经嘉年华 铁定于11月6号起 在KPSF电视频道上举行 娱乐漫谈主持人周乐 邀请各届专业人士 和您一起探讨税务贷款 投资等各个领域 分析市场状况 展望2021 美国范语集团创办人胡正国 分析财务all in one的优势 华美银行资深副总裁Anna佐 介绍工商贷款快捷通 GMCC万通贷款三位创办人 从零利率时代看2021房贷 Long On Time创办人Andrew B 告诉您所不知道的房贷那回事 王如梅会计师带来2021年 个人公司报税全篮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让您在受疫情影响的市场中 看清形势 计划将来 稳操胜倦 第二届财经嘉年华电视专辑 11月6号起 每逢周五晚上10点半 KDSF26台 Rebecca Lame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 以资深的经验 和丰富的房源 服务湾区 深得客户亲爱 Rebecca Lame 您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ame 408-720-6800 408-720-6800 408-720-6800 您好 您好 周老 刚才在进工商资讯之前 讲的那个例子 真的是令人捏一把冷汗 他们的合约是10月22号签的 然后在11月16号才发掘 另外一个银行 花了这么长 浪费了这么久的时间 这个房子几乎就买不到 并且呢又耽误了这么多的时间 真是让人心惊斩跳 那你接过来 你在昨天晚上又问了 他们的这些问题 我觉得最值得拍手鼓掌的 就是配合你的这个太太 天天看到你这么忙碌啊 还继续给你的支持 这还是比较感恩的 对 真的是 那这个例子呢 也证明了 为什么之前的贷款 会做不出来的原因 因为之前的loan agent 根本就没有仔细审核过 所有的文件 或者是呢 没有完 经验也不够 他做意见 摸着石子过河 所以贷款经济问题问的多了 反而对客户是一种保护 是的 没错 其实大家想想做preproval 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呃 我们要我们就是loan officer呢 要像侦探一样 去挖掘每一个细节 去抓住每一个可能会发生问题的一个 一个地方 一个节点 那当然这一家吧 一开始我会 像我这种情况 我就是一般上 我会 一开始的时候 我会问贷款人要很多的文件 也不算很多呢 就是我只是说 就是更多的必要的文件 那尽我的权利呢 来确保贷款的万无一失 当然这样也不罚 有些客人 当然觉得我啰嗦了 因为我刚几个问题 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吗 您是仔细 对 其实就是因为有些就是 我知道有些问题 看上去比较personal 但是其实为了 为了什么 我就是为了客户 那其实我一直相信 就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 不投机取巧 图捷径 才能保护好每一个客人 那回到杰先生的这个例子的话 他是这样 我看完之后 这个file有几个难点 那第一呢 就是DTI过高 就像我刚刚说的56% 然后那第二点呢 他没有liquid reserve 那reserve 也不够12个月 那第三点是 让我最害怕的 因为我问我 我就是当我把所有的问题 都问完之后 然后因为之前那个银行 他们铺信用记录的时候 铺出来信用分 还有七百二十几分 嗯 但是等到第二个银行去铺的时候 他的信用分就降下来了 因为已经隔了 他将近要一个月了 那每次铺完你的信用之后 那你第二次去铺的时候 你会发现信用分掉下来 那我去铺的时候 这信用分就低于720分 那只有719 只差一分 对 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般的江波隆 他们的minimum requirement 是720分 那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说 Borrow他们剩下的时间 只有5000的时间了 那我跟他说 就是让他跟 要跟卖家去谈一下 然后我们就说 我们十天之内可以 可不可以帮我 可不可以让我们 就是给我们一些延长时间 那今天呢 我就用Google的program 来帮大家一一的解密 那第一点呢 BTI过高是怎么解决的 那Borrow它自住的 它自住房呢 是一个jumbo loan 那由于信用分的关系呢 就是它也是 它之前只有720几分嘛 其实分数也算太高 因为就是新闻分的关系呢 它的利息其实一直处于高点 它之前是在4个percent的 7E的一个arm 就前7年固定的一个30年贷款 而且还有车贷 那heelock呢 他自己在房子里面 还有一个heelock 还有个tun的贷款 那其实这些 这些都是导致这个贷款 低下这么高的一个原因 那Google呢 我们有一个 在Google呢 我们有一个refinance 在purchase的一个combo 那可以在买房的同时呢 同时把Borrow自住房 做成一个cash out的refinance 然后这样的cash out的refinance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降低它的利息 然后合并它的车贷 还有它的heelock 和他人的贷款 那Jay发先生呢 就是一下子一个月的负担 当我们把三个都并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那个利息也超低嘛 我们公司off的那个利息 一下子一个月的负担 就减少了2700块钱 哇 这么多 哦 对 因为它的太阳能和车贷 它的payment是很高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太阳能贷款可能差不多就是 一般来说是10年 有些甚至5年付清的 那车贷都是5年付清的 那heelock的话 它的那个 它可能就是interest bridge 比较高了 那一下合并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个这个技巧 然后他们 大家都知道 它第一个贷款是4个percent 它第二个是3.75 3.99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那个 太阳能贷款是更高的 差不多是5.625的 那个percent的interest rate 所以说合并成一个3.125的新贷款 那DTI呢 就直接降到41个percent 哇 压儿 新特效的一个jumbo program呢 它的cashout最高可以达到100万 没有以前就是25万或者50万的限制了 那以前大家都知道 就是每次你做jumbo loan的时候 你最高的cashout出来的钱一定有限制的 你要不就是20万 要25万之后改变就变成50万 但是我们这个program 可以最高拿出来到将近100万 那而且利息还非常好 只要信用分的话 你只要是你信用分只有719的情况下 还可以和正常的refinance一样 只差0.125个percent 那部分情况下 cashout和refinance的那个利息呢 它其实是完全没有区别的 哇 这个人也很幸运了 对 碰到你们刚好有这种特别的program 是 没错 所以说就是在于就是把客人 按照他们的情况去给 把他们做一个perfect的一个solution 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 它没有liquid reserve 那reserve不够12个月怎么办 这怎么办 那Google的这个program 它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如果说你的贷款 而控制在100万以下的话 它只需要6个月的reserve就够了 嗯 不需要上其他银行 需要12个月 所以说reserve这个问题 完全不在花下 那第三个也就是最难点了 那个719大家都可能觉得 诶 这东西怎么解决啊 这个是硬伤嘛 对不对 这个program好的地方 就是在于它只要700分以上 就可以qualify你 不像其他的jumbo lender 他们需要720分 那qualification也是更宽松 更简便了 所以这个问题也就轻松解决了 那个closing 10 days 这就是我经常说的 我们的underwriting team 非常非常牛 第一天晚上文件定加underwriting rush order appraisal 第二天就拿到了appraisal 两天的时间 两个loan同时批准 一个是purchase 一个是reify 那所以呢 就是差不多第四天的时候 也就是星期四 appraisal出来 那时候呢 我们同时就把closing disclosure 给issue出去了 然后在第四天的时候 同时我们公司就issue了clear to close 那接下去我们就通知borrow 那接下去我们就通知borrow borrow 其实那时候就心里已经非常非常开心了 那我们他之后就跟我 那后来我们还有什么东西需要准备的 我说啊 那接下去的话就等吧 嗯 就等星期一的签字和星期二的换款 哈哈哈 所以说在星期一刚刚欠完字 星期二换款正好是今天嘛 他他就是他昨天签 他昨天签完字的时候就告诉我 哦 心里的时候终于落地了 哈哈哈 哇 这么复杂的一个case 到了你们的公司 好像 这一个program 就把他的问题 各个都迎刃而解了 变成是一个non problem non issue了 嗯 其实这种有这种成果的话 就像我之前说的 多亏google 这么给的supporting team 而是247的协助 那节假日的时候 我其实还在麻烦 大家都回我一些问题 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这违反在吵架上purchase都很忙 那他们节假日的时候 也在回我的消息 真的是很感动 嗯 那大家都知道最近refinance变多嘛 那很多银行都忙不过来 但是但是员工呢 我们公司的员工还是 一无一无极端的效率极高了 大家都在把事情做得更好 那那就是这其实就是 我们google的一个一个一个招牌 感觉 所以这两天google 其实有受到各式各样的网络的表偿性 都是赞于有效的高峰评价 所以说如果在座您是一位贷款经纪 想要更高效率贷款的话 麻烦你要联系我们 4087206800 那如果说您在座是一位 呃 听众有任何贷款问题的话 或者需求 也请你联系我们4087206800 哇 这么样的效率完全是无可匹配的 怪不得这么多优秀的贷款经纪都在google 速度快效率高 救人于救水火之中 请问google的经纪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 来接别人做不出来的贷款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 因为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能用google 就是所有的产品和服务 那其实这么强大的后盾在后面 我们agent在前面讨证的是毫无后顾之忧 那按照我们救火队的说法 就是这些就是我们救火队的工具 我们loanagent就是需要所有的装备和武器 大大小小面面去导 小到几十万到几千万一元集权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这些工具去帮助更多的客人 所以不管是买房或者是refer 其实最怕的就是相信一个名不其事的那个贷款机构 选错贷款经纪 很多人都用广告传单 网络查询 甚至你的邮箱里面可能会收到各式各样低利息的广告 但是上面的真的写的事情真的是你拿到的吗 他们能给你一个满意而有肯定的答复吗 其实我觉得不会 很多那些放在网上所谓低利息只是钓鱼的耳而已 那最后拿到手的利息可能跟你一开始promise 可以一开始被promise完全不一样 贷款其实是千变万化的 张先生的情况能拿到利息 并不代表李先生也可以拿得到 这时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人士去帮你分析 来制定一个私人的定制的贷款计划 同时当年选择适合不同人士的贷款计划 那么就需要一家贷款计划 需要市面上最多覆盖最广 而且最灵活的program 那Google这时候一定会是你的首选 那如果说您需要同一贷款 可能降低您每个月的承受的月供 如果您想找一家靠谱的贷款公司 来毫无后顾之忧的 购置您的新屋 请联系Good Game 408-720-6800 这个说的真是很对的 大家想想就知道 一间能够救火的贷款公司 肯定是集最好于一身的 最合适的program和最优秀的贷款经济 来用这种做救火队的话 Good Game就是有最好的消防员 救火装备和武器 选择一个好的贷款银行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没错 对于贷款经济来说 我们最关键就是说 把一个case接进来 就希望一定要顺利close 不然的话 之前所有做的功课 都是没有用的 去白搭了 因为贷款 大家都知道 讲究一个结果 就是你不管你的过程是怎么样 你一定要确保 把这东西做出来 这才是我们最顶要的目标 那这种情况下 就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团队 在背后支持你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 对于Good Game 我们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我们这边的话 就像今天其实 刚刚在这个访谈之前 我又接到一个电话 也是我们外区的一个C银行 没有做出来的贷款 然后Borrow也是 struggle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C银行 在三个月前pre-pull我的时候 信用分还特别好 现在信用报告expire了 然后他们在pull出来的时候 说我的信用分只有706分 然后不能做了 所以说大家在选择银行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详情 你一定要选择市面上 最多最广的program 有些program的公司来做 那Google我相信 一定会是你的首选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074087206800 太好了 今天又有了一个非常constructive 又很 有好多valuable的资讯 和新闻的一段访谈 谢谢你 那我们下个月再见咯 嗯再见 好的 祝你假期愉快 拜拜 听众朋友我们上半场的访谈结束 接着请收听下半场的访谈 Helen Ho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她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的为个人公司及团体做财务规划 Helen Ho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诈谈详情 GMCC万通贷款 现退出大额出租Jumbo Rental 超低利息 出租独立屋 贷款100万 30年固定 No point 3% APR3.04 Long to value 50% 查收入W2 湾区最大最强华人Direct Lender 大额贷款直接审核放款 请速洽万通贷款顾问 网站gmccloan.com 电邮infoatgmccloan.com 贷款顾问加盟短信 650-996-1982 650-996-1982 Ray Call 11月30-2020 FICO800 MAX 4 Finance Properties LTD 50% Jumbo Rental Same Rate for 虫贷或购物 Jumbo Rental APR 3.04% Subject to approval 查收入 Ray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GMCC万通贷款 GMccloan.com Equal Housing Lender DRE 01509029 MMLS 254895 受疫情影响而延期的 第二届财经嘉年华 将仪式电视举行 娱乐漫谈主持人周乐 于每周五晚10点半 邀请各界专业人士探讨税务贷款 投资各个领域 展望2021 第二届财经嘉年华电视专辑 11月6号起 每逢周五晚10点半 KTSF26台 本节目由 华美银行GMCC万通贷款 美国范语集团 Long on Time 王荣梅会计师事务所赞助播出 GMCC万通贷款 现退出大额出租 Jumbo Rental 超低利息 出租独立屋 贷款100万 30年固定 No Point 3% APR 3.04 Long to Value 50% 查收入W2 湾区最大最强华人 Direct Lender 大额贷款直接审核放款 请速洽万通贷款顾问 网站GMCCLong.com 电邮info at GMCCLong.com 贷款顾问加盟短信 650-996-1982 650-996-1982 Raco11月30-2020 FICO800 MAX4 Finance Properties LTD 50% Jumbo Rental Same Rate for 重贷或购物 Jumbo Rental APR 3.04% Subject to Approval 查收入 Rac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GMCC万通贷款 GMCCLong.com Equal Housing Lender DRE 0150-9029 MMLS 254895 房屋贷款利率的持续走低 让每一个homeowner都有机会申请到更低利率的贷款 Long On Time 贷款公司 提供给您最快捷的方式 帮您了解市场利率走势 并及时提出申请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 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 都会为您精心挑选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GMCC万通贷款 资深贷款经济降马 凭借丰富的贷款经验 专业的知识 真诚服务 广大客户 提供各种贷款方案 帮您实现买务梦 降低利率 更帮助了客户实现投资的梦想 月月一对一资讯 请致电降马 408-858-3198 10月份推出自住房重贷利率 Super Confirming Loan 51-76万5 30年固定 2.875%APR 51万以下 30年固定 2.625%APR 15年固定 2.375%APR 全部没有任何费用 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周乐 在2020年的12月1号 12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是礼拜二 礼拜二每股收高 纳指和标普500的指数 创了历史的最高收盘记录 投资者预期新冠疫苗将刺激经济复苏 而美联储局欧洲央行等进一步宽松的前景升温 腰冷称虚采取紧急行动来防止美国的经济衰退 截至收盘 道指上涨185.28% 0.63% 报29823.92% 纳指上涨156.37% 1.28% 报12355.11% 标普500指数上涨40.82% 1.13% 报3662.45% 道指成分股上涨3.1% Travelers保险公司上涨3% Intel上涨2.5% 周二标普500指数最高上涨至3678.45% 纳指最高上涨至12405.79% 也都创了盘中的历史最新高点 瑞银全球财富管理首席信息官 他说 基于2021年上半年的广泛推出有效疫苗的乐观预期 投资者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与经济活动恢复正常的潜力上 在这种环境之下 我们认为全球股票还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 同时他们也认为全球股票还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 同时预计市场领跑板块将继续发生变化 Moderna已在欧美申请疫苗紧急使用授权 欧盟机构已称 收到Fizer和BioNTech的疫苗有条件销售的许可申请 将加快审核进度 美国的财长与美联储局主席今天将出席国会听证会 在11月份倒指示累计上涨11.8% 录得了1987年以来最大的单月涨幅 标普500指数与纳指分别上涨10%和11.8%均为4月份以来最大的月涨幅 2020年截至11月底标普500指数涨幅高达12.1% 11月份的美股涨势是由依赖经济回升的价值股票的带动 在11月份Isere Russell 1000价值ETF IWD上涨了13.4% 超过了其增长对手Isere Russell 1000 Growth的ETF叫做IWF超过3个百分点 毫无疑问的全球股市创下了1982年以来最好的一个月 但是很可能会看到交易员继续推高股市 因为未来12至18个月有更多的理由看多而不看空 保持乐观态度的最大原因是生活可能在几个月以后恢复正常 因为大家都有了冠状病毒的疫苗可以注射 看起来12月份将为2020年画上强劲的收尾 从历史上的牛市期间数据来看 如果标普500在年初到11月底的涨幅超过10% 那么这个指数在12月份还会继续上涨 这些数据证实了大家的观点 而市场即将迎来强劲的12月份的收尾 花旗银行的股票策略师说 疫苗方面的好消息进一步鼓舞了人们的信心 几种疫苗疗法研究取得了进展 使人们看到了疫情云开雾散的希望 但他也警告说 投资者可能对于市场风险过于自满 就目前的情况而看 市场要么预测2021年的企业盈利将会更加强劲 这个与疫苗接种驱动经济复苏 及企业持续进行的成本控制有关 要么就是预期标普500指数 近期可能已经上涨的过头了 其次是要考虑到没有新的短期财政措施 以及疫情再次爆发的影响 美股在11月份大涨的同时 美国的冠状病毒疫情正变得日益严重 根据John Hopkins大学的数据 美国确诊冠状病毒已经超过了1300多万例 死亡病例超过26万6 这个数字真是令人担心 每天都在增加 纽约州州长他表示 至于新增感染病例的数据增加 该州将实行紧急医疗措施 Pfizer和BioNTech向欧洲监管机构提交了 疫苗有条件的销售许可申请 疫苗11月上涨的同时 多家公司相继宣布了冠状病毒疫苗研究 取得巨大的进展 提振了BioNTech向欧洲药物管理局EMA 提交了冠状病毒疫苗的有条件销售许可申请 如获批准这个疫苗将在2020年底 在欧洲开始使用 两家公司周一提出了正式的申请 结束了从10月6号开始的滚动审核程序 期间欧洲药品管制机构检查了疫苗有关数据 11月一向对于新近4万4千人的研究 显示辉BioNTech的新冠疫苗有效性高达95% 没有明显的安全性的问题 美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和财政部长在礼拜二 国会发表前景的讲话 鲍威尔在其书面讲话稿中表示 美国经济前景充满了极度的不确定 他这样子的说法是希望财政部能够配合人民的利益继续增加 对于对于美国国内实施第二轮的经济措施 以上就是2020年12月1号美股和经济的缩影 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矽谷华人电台消费资讯的单元 让我们来欢迎天天电话卡专卖店的负责人Vicky Vicky你好 中文小姐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大家晚安 现在新冠已经进入到八个月了哈 在这个过去的八九个月自从新冠以来 对于大家使用手机手机本身打电话 或者是data或者是做其他的用途 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有你这问题问得非常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间是大家可以省钱的时间 哦为什么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在家里 嗯所以几乎都用家里的wifi 所以相对手机的data流量就变少 嗯那我就会很建议大家 这个时候就可以买一些 有很多公司有特价 比如说你一口气负六个月 或是一口气负一年 也许每个月它的data 也许只有一个GB或两个GB 但是相对它的月费非常的便宜 嗯那我觉得这个计划 可以选择一口气负六个月 因为就我自己私人的感觉 在这个六个月好像还看不到什么 曙光 曙光对 嗯我们的疫苗也是没有什么一个 正确大方向还没出来 对 不可能那么快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 刚刚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可以省钱的话 那有些公司现在有推出 那个手机的省钱计划 OK 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些内容好吧 好啊有一个是 如果你一口气负六个月 一个月才15块 嗯 然后每个月有一个GB的high speed data 之后会slow down speed 然后打电话甚至打国际 或是寄国界短信都是unlimited 这个是给什么样的手机 那比如说我们买 什么样的手机都可以 那比如说我现在的手机 也可以再花钱去买吗 可以啊 还是不必要 你现在的计划已经有了 那就不必要 不是那么的重要 不是那么重要 或是说疫情的关系 很多人现在是待在家里 或是没工作 所以他在他的生活上的预算 他必须要做一个很仔细的盘算 盘算的时候 那我就建议你说 那你就一口气交个六个月 反正你都是在家里都用WiFi 因为我发现最近我的客人很少 每个月会超过3GB都很少 都是在一个GB以下 他如果不一次买六个月的话 他的单月的买就会比较贵 当然当然 贵多少 大概差不多一个月是19块再加税 但是我觉得现在 我自己觉得15块或16块很便宜 为什么 因为我们去外面买一杯咖啡 现在5块钱吧 15块对我们来讲 如果你有一个手机服务 又有data 然后又可以免费打电话 无线的短信 我觉得也是很合理很划算的东西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一卡三号 这是什么 好像一鱼三吃是吧 在头几个月之后 大家 因为这边疫情非常严重 让中国的疫情相对的 就没有像我们这边那么严重 他们管控的好 对他们管理的非常好 所以很多人就想回去 可是回去的机票 我们都听到很多故事 都非常非常贵 那最近大概从9月底10月开始 慢慢回中国的人就多了 因为机票比较容易买 那可是中国现在非常明显 如果你要回中国 他一定规定你要三天前做 检测 检测 你不能 合身检测 对你不能在什么七天前做不算 他一定要你三天前做 三天前做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中国的号码 因为他要认证 他会寄个验证码 你也要收验证码 他不会寄到你美国的手机上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服务 就是说 事实上它不是一个卡 事实上它是两个卡 一个卡是美国的号码 另外一个卡是香港的号码 跟中国的号码 但是如果你要拿中国的号码 你就一定要有你的证件来认证 大概半天的时间到一天的时间 认证完毕之后 你的中国的号码就正式的启用 那我没有中国的证明怎么办 没有你用美国护照无所谓 这个也是证明吗 对对对 或者台胞证也可以 台胞证身份证美国护照都可以 都可以 只要证明这是我 对只要证明这个号码是某某人 比如说周乐小姐在申请这个号码 现在这个号码是属于周乐小姐专属的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应该是两卡三号 那我特别在这边提的原因是 因为最近开始慢慢就有人要回中国了 因为快过节了嘛 嗯 然后这边的疫情又越来越严重 他们中国控管很好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如果你要回中国 你一定要有这个两卡三号 你才可以所有的证明 或是你要神秘你的核酸检测 都是有一个途径的 哦 OK 现在用美国护照回台湾是不行的啊 不行的 你必须是一种什么专业人士 对对对有特殊的条件 特殊条件 如果拿的是台湾护照 进台湾 你可以不要受检查去进去 我听到两个人讲 没有啊 你不用检查 但是你还是要隔离14天啊 哦对 你检不检查都没用啊 你都得隔离14天 对对对对 这14天连一只蚊子都看不到 我朋友告诉我就是会收到tax 早餐已送达 中餐已送达 晚餐已送达 14天连一个人影都看不到 OK 那你刚才说到美国香港大陆 OK好 这是我们刚提的嘛 就是如果有消费者 你们希望因为快过年了 要回中国的话 在这个情形之下 嗯 那你就会需要这样的服务 而且你特别提这句很好 你提醒我了 这个卡它是翻墙卡 Wonderful 对就是说你回到中国 你要用你的Gmail 你要用Instagram 你要用Facebook 你要用什么都不用担心 这个要花多少钱去买 这个买来就是属于自己的吗 要不要每一年都renew 如果第一年是OK的 以后会不会变成不OK 它基本上是只要你有交费就OK 但是它不是交一名 它是一个月一个月的交 多少钱一个月 刚回去的时候 我会建议就先拿一个40块 因为你刚回去搞不好 你有很多data要用 然后回去久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计划降到最平 在什么8块钱9块钱一个月 然后人在那里 然后保留中国的号码 人在那里也可以跟Vicky联络说 我要加了是不是 可以自己上网 非常方便 是联通的服务 像我这种人也可以自己加吗 可以 或是你就直接微信我 叫我帮你加也可以 你还是低估了我的能力 没有没有没有 顺便提一下 如果有 这是听众朋友 你们要回台湾的话 那我们美国真的没有卖有台湾的电话号码 因为台湾管得非常严格 它要有两个证件 不是像中国只有一个证件 那就是到了台湾 关了14天以后出去再说 没有 你到了台湾在机场要排队一个小时去买 好 现在人不会那么多了吗 没有没有它规定 因为每个人都没有买都得排队啊 嗯 然后你排队之后 有了号码 他才让你入关 好烦哦 因为你有了号码 他才能够追踪你啊 哎 好 那除非你事先先准备好 在这边就先搞到一个台湾的电话号码 这蛮难的 因为台湾要双重证件的认证 借别人的啊 对 可以借台湾亲戚朋友的 嗯 好 好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天理电话卡专卖店的Vicky 好 下面还有一些手机特价的活动啦 还有无线上网啦 还有Verizon最近又有一些什么新的活动 反正在这段时间大家要买东西 真的是有很多很多好的促销的活动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 那天理电话卡就是在Cupertino的永和超市内 只有中间的门是开的 但是右手边我旁边的门也是开 但他大概 他大概从10点半开到4点就关了 所以我要identify天理电话卡 大家就从中间的门进去了 就是 一进去就向右转 对 我们现在经营感工商资讯马上回来 GMCC万通贷款线 退出大额出租Jumbo rental 超低利息 出租独立屋 贷款100万 30年固定 No point 3% APR3.04 Long to value 50% 查收入W2 湾区最大最强华人Direct Lander 大额贷款直接审核放款 请速洽万通贷款顾问 网站gmccloan.com 电邮infoatgmccloan.com 贷款顾问加盟短信 650-996-1982 650-996-1982 ray call 11月30-2020 FICO800 MAX 4 Finance Properties LTD 50% Jumbo rental Same rate for 虫贷或购物 Jumbo rental APR 3.04% Subject to approval 查收入 ray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GMCC万通贷款 GMCCloan.com Equal Housing Lander DRE 0150-9029 MMLS 254895 惠名博士算对了 贷款利息又降了 屋主自住屋 Confirmate Loan 30年固定2.75 15年固定2.5 Super Confirming 30年固定3.0 15年固定2.625 投资房 Confirmate Loan 30年固定3.375 绝对省钱 无任何隐含费用 精算子算得妙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省心梦里笑 请加微信明慧Jinger 货质店5103530855 5103530855 或Jingerloan.com查询 GMCC万通贷款 现推出大额出租Jumbo Rental 超低利息 出租独立屋 贷款100万 30年固定 No Point 3% APR 3.04 Long to Value 50% 查收入 W2 官区最大最强华人 Direct Lander 大额贷款直接审核放款 请速洽万通贷款 顾问 网站GMCC Loan.com 2101509029 MMLS254895 现代人的必需品 电话卡 居家生意 聊天少不了 送礼自用最实际 天天电话卡 官区最专业 代理最齐全 给您最多分钟 保证品质特优 不论您打回中港台 或每家境内 以及世界各地 还有回播卡哦 各式各样 各种选择 就在天天电话卡 专卖店 天天电话卡 Busino 永和超市隔壁 电话4082536682 再度欢迎Vicky Vicky你好 周乐小姐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大家晚安 手机特价活动 哇 这个好耶 嗯 是什么样的手机呢 手机特价活动 有很多tricks 在这边 所以我特别要花一点时间 讲这个事情 好好好 直直细细的告诉我们 听众朋友 最近大家都会看到 我很多客人 跑来跟我讲说 啊 某某公司什么 买一个手机送两个手机 或是买两个手机 送两个手机 呃 天底下绝对不会有 这么好的事情 嗯 他讲的这句话是对的 但是后面有蛋书 你要把你的蛋书看完 他规定的条件是什么 好 比如说最近iPhone Pro 要出来了吧 12要出来了 那很多公司 都在抢着做这笔生意 每一家都有 只要是大公司 什么AT&T Verizon T-Mobile 都有 但是都有蛋书 各位消费者 就各位听众 当你们在 准备要换电话的时候 你一定要问你的 Salesperson 非常清楚 你们所谓的买二送二 或是买一送一的情形 是什么样的规则 要搞清楚 有可能他规定你说 你一定要买一个月 是50块的计划 然后要在我们这个公司 付30个月 然后你必须要把你 旧的电话给turn in 然后会有个折扣 然后这个折扣 并不是退现金给你 他有可能是退在你每个月的电话费的单据上 就是你的电话费每个月应该交多少钱 他就把这个亏理 也许他分成30个月退给你 或是分成两年退给你 他不是一口气 也许你说你的电话turn in 进去可以值250块 他的250块不是一次性的给你 所以很多的细节 如果有各位听众 刚好听到我今天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一定要自己做功课 一定要看清楚所有的细节 然后再找一家 你自己认为是符合你的理想 甚至于我也很建议说 如果你觉得这些东西很tricky 你觉得每个月花多个10块20块的月费 那30个月下来 我干脆就自己买个电话 我可以选择个便宜的计划 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建议 更straight forward 对 最起码你就不用说 绑在那家公司绑30个月 对 所以这是 他的目的就是要你stay 在这个plan里面 对 才想出来的很多花招 对 而且我觉得5G已经来了 那有可能将来的月费 又会有一些调整 所以不要太早 就决定要绑哪一家公司 这是我私人的建议 OK 因为疫情 影视和疫情这些公司 就会create出来一些便民的 对 并且是非常核算的一些 你在用data了 然后很少的情形之下 很少的情况之下 又 unlimited tax message 等等 大家就要take the vantage 那天天电话卡专卖店 他们公司的电话号码 是4082536682 4082536682 那如果是一个家庭 如果全家的member都是分开买 有的时候会add on to 很多很多的钱 家庭计划 是不是也有好的一些promotion 有有有 现在有一个就是h2o的家庭计划 是非常划算的 它是四条线才100块 然后两条线的话是 一个月才50块 然后也是无线打电话 包括它可以打国际 就是oversea的一些国家 也是无线打 然后在美国也是无线打 然后每一条线 每一个月上网 有六个gigabyte的high speed data 这是一个家庭 这是一个家庭 一共六个gigabyte 没有 每一个人有六个gigabyte 这么多啊 对 然后平均一条线才25块 它是走at&t night working 但是它是叫h2o 也是一个promotion 对 这个是在at&t里面算是superior 还是就是一般的水平的 at&t里面你买不到一条线25块的 它走的是at&t的服务 但是它不是 它不是用at&t的名字来做 它是另外一家prepaid公司 它是叫h2o 或是你可以到我店里 或打电话给我 H2o就是水啊 对水啊 其实最近有很多prepaid company 都非常的aggressive 大家都觉得verizon 是全世界最贵的吧 对不对 大家都认为verizon的月费是非常贵的 而且因为这个covid-19 有一些工作产生很多人需要unlimited data 嗯 比如说像UberE Yeah Dodash 对 就是关于这一类的工作的人 然后他们很需要unlimited data 然后又需要收讯很好的 嗯 那如果你单独去走verizon的话 一个月的话 预付的话 大概unlimited data要90块 哇 很多钱 很多钱 那我知道有一家prepaid company 叫red pocket 嗯 它走的就是verizon的银 unlimited data 是真的unlimited 4G LTE 不是说我投50个gigabyte 是高速然后后面变卖 所以它一直都是unlimited data 嗯 然后它还有一个很好的东西 什么 它的haspa share is unlimited 哦 太优了 一个月才60块 哦 它的haspa share 有些公司是规定说 你的haspa share只有10gigabyte 嗯 它是unlimited 它是unlimited 哇 这个太厉害了 这个太厉害了 对 所以这个计划不是很多人知道 嗯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 你是 这给什么样的人需要 比如说lift driver 对啊 Doordash uber 对 哦 哦 就是depends on这个 Lift on这个的 对 他们的工作需要 一天到晚要在外面 因为他们需要GPS啊 而且他们要接单啊 OK 对 或是抢单啊 嗯 这些都是需要很多data的流量 都是heavy user heavy user 对 那所以您认为您自己是heavy user 这个对您就有帮助了 对对对 因为它又是走verizon的linework 然后它又有unlimited haspa share 然后它又有unlimited 4G LTE 然后一个月才60块 哇 真的很棒 好 那这个只要跟你联络就可以了 对对对 所以你看现在做communication 真的不是一根电话线 一张电话卡 这么简单的事情 现在做communication 就是每天要读很多article 因为公司也许你不可能只carry一家公司 那你就会有很多不同的prepaid的公司 那你都要花点时间去看说这个月或这个礼拜 这一家prepaid是什么在promotion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不管任何计划 都有不同的客户群来适合它 嗯 但是你要看你自己是什么样的user 对 就这么简单 好 告诉大家天天电话卡专卖店在什么地方 Cupertino永和超市内 中间那个最大的门进去 一进去就向右转 是在米的旁边 天天电话卡的公司的电话号码 是4082536682 今天讲了非常非常多的 那其实我自从在几年前开始来访问Vicky 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学习很多 所以非常感谢你 我相信听众朋友也有同感 感谢你Vicky 不客气不客气 祝你继续健康 因为你是essential business 面对很多人 所以这个健康对你来讲很重要 非常重要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继续保持健康 谢谢您不要放轻松 而是一定要戴口罩戴手套勤洗手 一定要做到 然后天天都要谨慎 然后保持健康 直到疫情消失 对这个非常重要 直到vaccine出来 对对对 感谢您谢谢 谢谢我们明天七点见 拜拜 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